好 這一回亞運 其實習近平也透露出來 有意要來訪問韓國這個消息 所以他們現在是有意要跟這個 他跟韓德珠碰面之後 有講到說考慮訪韓 然後他講到 中方願意努力推動 兩國的戰略夥伴關係 認真的考慮訪韓 事實上其實 習近平訪韓這件事情 韓國方面已經邀請了很多回 我們看韓國的總統辦公室講說 習近平將訪韓 也會啟動外交的管道 與中方來正式協商 韓聯社提到 尹錫悅其實就職以來 已經三次公開的表達 期待習近平的來訪 光是去年的10月15號 習近平在集團體的時候 跟尹錫悅首次會談的時候就表示 在新冠疫情穩定之後 就會應邀訪韓 這樣子我們看到 中方跟韓國 的確現在有這個走勁的跡象 那當然這樣的一個時空背景 美國一直拉著日韓 想要好像對抗中國大陸 那對於日本來說可能 不論是官方或是民間 都比較稍微親美一點 但是韓國的角色好像不太一樣 韓國的話 官方隱習越是比較親美 但是呢 他們在民間來說的話 好像對於美國的反彈是比較大的 每次講到了這個駐韓的美軍 其實很多韓國民眾他們是那種民族 民族心很強烈而覺得 美國怎麼可以在這個 韓國的土地上面還有享有不同的 這個法律的待遇 所以他們其實 跟美國的摩擦是挺多的 那我們看看這個習近平他講說 分析可能會指這個雙邊的關係 產生一些轉機 因為他這樣子 韓國在年內會促成習近平訪韓的可能性 目前看起來是不高 但是年底舉行的韓中日的峰會 可能會成為這個協商 習近平訪韓的一個最佳的時機點 所以習近平跟韓國現在拉近距離 是不是也有一些戰略性的一個用意呢 那再來我們看看 拜登在太平洋島國 感覺上面也遇到了外交的挫敗 連太平洋島國都不甩拜登了嗎 因為拜登之前才放過人家鴿子 那現在要主持太平洋島國會議 白宮發言人尚皮也講說 他要利用這次的峰會 來強化跟太平洋島國之間的關係 那就說要如何面對 這複雜的全球挑戰 那將跟這個庫克群塔紐愛 來進行建交 包含透過了一些基礎的建設的經費 還有一些海底電纜 來連結當地的網際網路 可是你看 所羅門總理 就直接講說我不出席 馬上就是給他一個釘子碰 連萬納度的領袖也說不參加 那白宮只好說表示很失望 那也代表說美國的魅力外交 看起來又是經歷到一次挫敗 那所羅門為什麼這樣子講呢 他說 其實跟北京的合作更少限制 而且回應更積極 更符合國家需求 所以現在在中美之間 看起來這個所羅門是更傾向跟中國大陸的走近 那我們看線區報講說 中國大陸在這個地區發揮的影響力 可能也在這次的峰會發揮了作用 所以很多的國家是表態不參加這一個美國跟太平洋的島國峰會 那我們看另外的很有意思的是 拜登跟川普的民調現在要決戰2024 結果竟然支持度 華郵做出來的民調嚇大一跳 拜登只有42% 川普只有52% 竟然差了10個百分點 差了那麼大 連華郵自己都不相信自己 華郵講說有可能異常 他說我們自己也重新再次檢閱了一下這樣子的一個民調 怎麼會跟其他人差那麼多呢 你看其他人可能好像 大概都是可能幾個百分點之內的 但怎麼會差到10個百分點 他說可能結果是異常 但是明明是異常他還是公佈了 所以到底是反映出怎麼樣呢 是美國人現在對於拜登政府的一個不信任感嗎 根據ABC跟華郵最新的民調顯示 有44%的美國人覺得說 拜登你當總統之後 我們的財務狀況變得更糟了 而且這兩家媒體是 等於說1986年以來對所有總統進行民調當中 這個比例是最高的一次 就是說有最高比例的人認為自己現在財務狀況 越變越差就是在拜登的任內 我們看看現在美國的經濟真的很慘 多重災難同時爆開來 包含了現在這個大罷工 就是汽車工人大罷工已經進行到了第九天 而且美聯儲也傳出來要裁員300人 這是13年來的首次 所以看起來這整體美國自己的經濟狀況 真的恐怕也會成為半島拜登的一大關鍵 我們來問一下亮哥 這個拜登在今年訪韓如果有機會 那一定是APEC之後 其實時間非常趕 因為有一個議題 本來中日韓是要談就是FTA 可是這個議題大概被擱置了有一陣子 一開始是因為韓國不願意 因為韓國不想跟日本有FTA 韓國就認為說他跟中國已經有FTA了 然後又參加了RCEP 可是中日韓FTA指向的是 類似CPTPP那種高度的 就可能是95%高度開放的 這個FTA事實上對台灣非常不利 非常不利 可是事實上中國跟日本都有意願 所以我不知道 我覺得可能還有另外的議題 隱錫月的薩德飛彈還要不要搞 那還有另外一個 我覺得中國大陸大概看到了一些跡象 就是福島核污水這個議題 事實上隱錫月跟岸田的民調都在下降 尤其是岸田 岸田的民調現在已經跌到25 日本首相如果民調低於30 一般定位為治理癱瘓 所以岸田現在是相當麻煩的一個處境 那不知道怎麼辦 而且越底又要再排放一次了 因為他就是只能黑到底這樣 可是黑到底他也不知道怎麼辦 那隱錫月的民調是跌到31.4 而且我們知道這幾個月來 韓國的經濟是非常差 就是當然有一些產業 外國訂單變少 還有很多是被露氣打敗 說實在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判斷韓國也會有一些需求 就是事實上搞不好福島污水 韓國是一個破口 就是因為他比較有機會跟岸田說上話 不然現在中治就硬槓仗了 對 那這個也許是一些考慮的因素 不過因為隱錫月實在是有夠親美 他那個腦袋發燒 我們有時候也不太能了解他 之前吃錯藥了 他去美國 還有American Pike唱 不要到中國 最好去問一下那個普警惠的經驗 因為普警惠會中文 他們同屬保守陣營 普警惠跟中國關係就處理得非常好 雖然他也是比較親美的 可是沒有一些這麼親美 所以我覺得普警惠 應該可以給他一點參考 川普民調大贏 這個趨勢是越來越明顯 就是你拜登怎麼會把國家搞成這樣 事實上最近PO 那個機構PW 他做了有關美國政治的 老百姓的一個民意調查 那裡面大家最常用的字就是 筋疲力盡 Exhausted 大概有60幾% 那第二個叫做Angry 感到憤怒 都沒好吃 就是這兩個詞 沒有Disappointed 他們也用這個詞 那個Exhausted更嚴重 不是 我是說結論的 來 老師 我覺得習近平在這個時候突然間釋放出訊息 就是說願意認真的思考去韓國的訪問 這個時機是最好的時機 要直接破美國所一手努力打造起來的 美日韓的三角軍事同盟 美國他是從安全的角度出發 他要建立一個軍事的兼顧的聯盟關係 然後來有利於美國在這個地方的存在 包括這個SAT系統 那麼要啟動 而且可能它的功率還要更大等等 這個當然會威脅到中國大陸的安全 可是對於朝鮮 對俄羅斯也都同樣的構成了安全上的威脅 你也看到美國為了要達成他的目的 他必須要去打掉日韓之間的歷史上的矛盾 剛好韓國的這個總統是最沒有歷史包袱的 沒有歷史包袱是修士詞 意思也就是說最不在乎他的過去的人民 數點忘族 對 數點忘族的人 應該是這樣講 一個沒有任何歷史包袱 也就是說日本人怎麼欺負韓國人 他都不在乎 怎麼殺戮韓國人他也不在乎 怎麼強奸韓國女生他也不在乎 那怎麼樣對於韓國人過去的人 所受的苦難他都不在乎的 這個總統這了不起 這也很特殊 也很特別 對美國拜登來講極不可思 而且他知道這個人從美 從美 從到骨髓裡面去 因此他給影席樂最高規格的待遇 邀請到白宮來做客 讓他到大衛營去度假 然後剛好日本的岸田文雄 也是從美 從到骨頭裡面 這個是歷史上給拜登最好的機會 把這兩個人就拉在一起了 拉在一起了以後 你看美日韓的三角同盟 就搭過起來 那結果是什麼 結果是給韓國帶來最大的危險 因為金正恩跟到俄國去訪問了 這一訪問不得了 我們估計金正恩可以滿足 俄羅斯所需要的地面的武器 所以烏克蘭的戰場會產生極速的變化 我的估計 然後俄羅斯可以提供滿足金正恩 所有能夠去對於美國 日本 韓國 勾成最嚴重殺害的這種核戰術導彈的武器 那這個基本上是防不勝防 那韓國很明顯的知道它的安全上受到極大的危險 可是問題是安全上從美國那邊沒有辦法得到 可是卻給韓國帶來最大的危機 然後接著經濟上完全沒有獲得 那你說以習越該怎麼辦 在這個時候他需要中國 中國 我覺得習近平這個時候 去韓國的時候就會直接破 美日韓的軍事同盟 那如果沒有談好之前 習近平就不會到韓國去訪問 好 岳老師 我跟你講 好 時間不多了 我只講美國為什麼必然死於憂患 美國現在這個結果 這個問決的調查結果 你要了解拜登是連任的 我們都知道連任總統 他長有非常多的優勢對不對 大大小小所有的官員都他任命的 結果居然差了10個百分點 我認為華盛頓郵報可能是做錯了 因為這個我就不相信 這個民調怎麼會插成這個樣子 如果插成這樣子的話 大家要了解準備做好 這個川普要回來的這個準備 這個基本上就不按牌理出牌 我覺得哲仁斯基 他這個憂患意識應該是加強很多 我跟你講美國這個憂患 四大隱憂 跟他的制度有直接的關係是跑不掉 第一個 他那個汽車工人大罷工 態度非常堅決 而且要求是加薪40% 理由是什麼 理由就是CEO加薪40% CEO加薪水我們也要跟CEO一樣 我跟你講這個不是民主制度 這是共產社會 大家都是要一樣 美國變成共產社會這種搞法 非常嚴重 而且態度非常堅決 因為美國本身來講很困難 製造業回籠 這個他是最垮的 因為他佔了美國的GDP3% CEO的薪水 對不對 工人的薪水差不多 反正就荒唐 然後第二個的話 學生貸款佔了他們國家 親近8% 你要知道 美國最有名的事情就是學費貴 所有美國人也知道 如果你沒有受到美國大學教育 像我們耶路大學這種教育的話 你就完蛋了 但是你所有祖宗賺的錢 都沒有辦法支持你讀耶路四年 我必須強調這樣 就貴到這個樣子 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下 學生貸款的話 感覺現在學生構成一股力量 變成美國民主中非常重要的力量 就說你如果不讓我們豁免 我們就不投你 好了 就搞成這個樣子 互相威脅 大家就這樣 所以說這個憂患 必然是死在這裡的 然後第三個的話 美國的聯準會加息 加息的結果就是有缺錢 就不敢貸款 貸款利息很高 我們會否認同 如果有好 有好 在一旁端 還是這些 坂利息很高 也很高